古代读书人称深坑为赞英 英读书人占当地之上 随着画面违背到来深坑知名的由来 由镜头记录下老街上的豆腐冰淇淋专卖店 结合文创开发的故事 你可能想不到 背后团队是念英美文学、英语教学的文组学生 在以传播力效的世新大学 他们透过多媒体实作拥有一身跨领域专业 我们团队有四个人 我是导演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计划 或是负责字幕翻译的同学 多媒体翻译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 像我们这次我们毕业 最后期末呈现的就是用影片来做翻译 然后用影片中的字幕可以让 就是翻译到让影片可以让各国的人都可以知道 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世新大学英语学系助理教授张启荣 带领大四两个班级的学生 与烧光电影的导演雀玉铭合作 藉由多媒体翻译始作课程 连接国发会的地方创生政策 前进北台湾各地进行访谈与拍摄 还有学生回到家乡云林 进入当地文化与故事 因为英语系的学生比较熟悉用文字的方式去思考 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堂课让大家把文字转译成图像 转印成影像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翻译 那在第二方面的部分呢 就是影像拍完之后 我们会需要把台湾的在地文化推广到国际 那这个部分也有一部分的是翻译 世新英语系以文学研究语言教学及翻译应用为基础 在结合传媒特色多元教学 与校内完善的软印体设施之下 已是第二年产出双语翻译影音记录 因为语言就是力量 再加上就是一个全球化 翻译在世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那由张锦绒老师带的这个多媒体翻译的课程 其实是把我们的英语跟多媒体 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他把一个静态的翻译 变成一个动态的课程 他总共带领了我们英语系大四 56位同学 完成了这项很艰辛的不可能的人物 英语系大四身从在地文化与自身生命发想题材 一手包办企划撰写 摄影采访 字幕翻译 并透过影像声音 图像文字等多媒体呈现 规划出各式展演活动 在校园内就展现实行学生的跨领域激展 更好 变定领域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